很多观众都提认我们去的 扒王之王 哇 疯狂 超神经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Sunny,我是Creamy 今天我们来到沙田 为什么我们来沙田不是看家具 而是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香港经典餐厅的其中一份拼图 在沙田娱乐城 在娱乐城是什么? 不是,那些叫中国城 对啊 我们来到沙田娱乐城 究竟是找哪一间餐厅呢? 就是很多观众都提认我们去的扒王之王 哇 真的太多观众叫我们拍了 多到我们好像一定要拍 没错,很多观众都有留言 跟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来扒王之王 有些留言说快点来扒王之王 当然是童年回忆 现在还很好吃 又底又好吃 但是也有观众说快点去扒王之王 试试服吧 我想看你们在扒王之王中谷 究竟扒王之王这间餐厅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为了一样知道的就是 它原本是很多很多分店 到现在只剩一间 真真正正剩沙田娱乐城这一间 我小时候吃过荃湾那间 那你吃过哪间? 我是没有吃过的 人生第一次鞠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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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 好开心 Go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多谢 你是否拍卡王之王 是啊 很好吃 我觉得一般 一般 一定不知道几间 最后一间 最后一间 谢谢 多谢 哇 我们现在来这个商场 这个商场这么大 还这么凹吗 是啊 我没来过 我只是在外面看过 我一直都以为是保龄球 很旧很旧的商场 哇 这个鞠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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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 今天穿成个学生 不知道可不可以带学生餐呢 当然不行 但是从来没学 不会以为我打算叫 有干涉龙虾龙虾 心得客人赞上 值得你来一试 包你回味无狂 在家里呢 好好好 卡牌卡牌 好吧 我要选这个漂亮的位置 有灯 装修都挺有格调 这里有一种 用来拍戏的感觉 有些旧式戏的feel 看一下有什么叫 这里有很多食物 午餐還有八折 不過我們就不吃牛了 我想我應該會吃鮮嫩羊扒128元 還不吃雜扒 你吃啊 你吃雜扒 啊 不想吃雜扒 我們點一個羊扒 一個雜扒 黑椒汁啦 你要黑椒汁啊 那我要蒜蓉汁 好 我試一下好不好吃 我先要它的湯 回味無窮龍蝦湯 回味無窮龍蝦湯 還有再加一個鵝肝 好啊 好啊 謝謝 一個羊扒 羊扒多少成熟 四成啊 什麼汁 蒜蓉汁 飯熱粉炒薯條 豬菜 豬菜 好 繼續 夾下餐 豬菜 什麼汁 黑椒汁 羅宋忌廉 羅宋湯有沒有牛的 要忌廉好嗎 我可不可以要龍蝦 當然要忌廉 我怕會加了牛 我想要龍蝦 龍蝦湯價28元 是啊 兩個 兩個龍蝦湯 雜扒沒有牛在裡面 有牛 給牛的豬好嗎 好啊 好啊 我想要多個台式豬手 要飯 這個要忌廉湯 這個要忌廉湯 好有忠氣啊 阿叔 是啊 弄得有點牛仔 龍蝦湯和忌廉湯都到了 大家可以看看 忌廉湯不知道為什麼是橙色 橙色忌廉湯 是不是南瓜湯 還是其實羅宋湯 不如再放下去 所以叫橙色 不知道 龍蝦湯就不是橙色 是啤色的 咖喱汁 咖喱汁 好 試了龍蝦湯 好啊 好啊 食物來得很快 好快 沒有單水來得快 那我們現在試試龍蝦湯 好 哇 龍蝦鴨味 曬乾了蝦米的味道 是不是把殼放了很久 然後拿出來 真的就像那些連鶴吃的蝦乾 有些蝦的肉 這個蝦應該是普通蝦米 普通蝦米 蝦米 其實真的很大膽 而且味道是鴨之餘 沒有什麼龍蝦味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它是這樣的顏色 這個顏色完全符合它的味道 真的有些梅梅 硬的感覺 幸好它是熱的 如果它冷的話應該會很臭 好像去開尾店 現在後勁有點舒服 我都喝完了 我沒有浪費食物 這個湯要加28元 它真的不值28元 然後我去嘗試喝這個忌廉湯 嘩 有些小腸 很搞笑 為什麼有廚師腸 試試一下 可能很好喝 是不是給錯東西 瘋狂 超瘋狂 沒有奶味 它在喝潔潔潔的食物 然後廚師腸它又不鹹 還有有一點煙很硬 是嗎? 來吧 好 黑椒蝦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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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汁 黑椒蝦 我們明明叫黑椒汁和蒜紅汁 它給了兩個黑椒汁 不過不要緊 它很興奮 可能沒見過喊這麼多東西的人 咦? 不要怕它還繼續彈 繼續說到那個忌廉湯 這個忌廉湯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它很奶的 但是完全沒有奶味 然後裡面的菜 全部都好像浸了一天 然後腸仔沒有味道 如果你喝這個忌廉湯的時候 你就好像喝了一坨東西 是沒有味道 好像鼻涕一樣 喝到口裡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要加28元 有龍蝦湯 因為龍蝦湯起碼有海味的味道 這個忌廉湯是恐怖的 我想我拍過這麼多烈食片裡面 最恐怖的一碗湯 其中之一一定是這碗忌廉湯 整體裡頭 兩個字可以形容它 就是隨便 喝完湯之後 都還沒吃一下 我們現在吃個餐包 趁還有記憶 我們對比一下 椰林角的餐包好吃 還是扒王之王的 餐包好吃 因為這兩間都是小時候 童年鋸扒聖地 你來 跟椰林角完全不同 椰林角 你摸上手 它是有點嫩嫩的 摸到它是有點脆的 這個摸上手 是有濕又軟 還有是冷冰冰 我們真的不是放了很久 真的跟湯 還有其他東西 真是煤 我試試點湯 不要這樣切磨自己 我只是流香慢慢喝 嘩好難吃 我用來點一忌廉湯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是 像腸仔包 現在再點湯吃這個龍蝦湯 就發現龍蝦湯真的很難吃 因為它有苦又臭 是啊 餐包吃完了 都是隨便做的 那我們繼續吃我們餐前的食品 就是鵝肝 加60多元有的鵝肝 究竟是好不好吃的呢 60多啊 真的加了 60多元加了鵝肝 60多元有鵝肝吃 你還想怎樣 不是啊 你想想 69元是可以多吃一個餐 但我可以加了鵝肝 所以我們應該要試一試 好啊 我偷聽到阿叔說 台台都好像我們那樣就行了 今天有幾千元生意 他說兩個人都是三百多元 原來只有三百多元 你看阿叔真的很大聲 偷偷地說的 但是說得很大聲 讓我偷聽到 很大膽啊 它跑黃之龍蝦肝 完成了小時候的夢想 夠命 夠了 這個鵝肝呢 完全是超級苦 可能是焦邊的 我們先試一下中間 那四味那麼苦 嘩 好 不行了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嘩 傷頭 它像什麼呢 BBQ 你燒焦了雞肉 油分 還有它的皮比較坦 一粒粒坦 好苦 我已經點了超級多醋 但它也是苦 整條你都是苦 總之你吃不到 有其他味道吃得苦 因為我們不是鵝肝的專家 我不知道是它不新鮮 還是它煮得有問題 但我感覺就像煮過龍 吃到現在吃了頭盤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大福 可能是這麼多條片以來 巨腹的食物 那如果鵝肝你會給多少分 補二千 補二千 龍蝦湯你會給多少分 補一千五 打王之王 你吃什麼鵝肝呢 我這裡要吃婆的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試羊扒 好 口吵啊 你們不斷吵架 不斷說 可以在我身上找多少錢 我這個羊是四成熟 我還有希望 好像很嫩滑 嘩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分三成四成五成 分來幹什麼 因為你都是這樣煎出來 真的嗎 醃到爛都爛了 就是BBQ的那些 軟軟軟 是可以吃下肚子的 但是這個羊扒要128元 即是阿叔都聽到之後都會覺得 嘩這兩個人 如果個個都叫這個就好了的價錢的時候 那我寧願吃牛屋 大家拍在一起的時候 牛是好吃的 一億倍 立刻想明天去吃牛屋 說真的 那麼吃完這個羊扒 吃了我這個雜扒餐 那我這個是沒有牛的 因為這個雜扒餐 平時大家選了一個有牛的 那有人寫一個雞 看看什麼味道 雞皮是脆的 也是有那種鵝肝的 焦邊苦味 剷完那些又剷了那些 剷完鵝肝 有一點點焦的 圍織 然後再放雞排 所以它有那種脆 還有那種苦味 這些雞都滑的 真的不是很難吃的 我給個豬派吃 你說吃雜扒吃到牛 那時候 凍肉泡 豬扒 你知道最厲害的是什麼 你真的在旁邊開了一間凍肉店 是嗎 竟然有點像 是 一邊的家就是凍肉店 吃到現在 我覺得醬扒是最好吃的 全部都是雪櫃味 肥哥的位置 一跑就全部雪櫃味走光 想怎樣 平民差 炒房是這樣的 另外還給我一塊豬扒 我怕牛扒 你本身就轉了做豬扒 給我 這塊豬扒也薄很多 豬肉乾那麼薄 給大家看看 很薄的 是果隊 嘩 嘩 嘩 是塗的 我一絲絲 像木頭一樣 炒出來 炒那麼多厚 它真的厲害 如果有很多塊豬的話 它鋪在一起 可以做個桌面給我寫字 就是因為 它完全是這麼木頭的 你有沒有明白我小時候 小Primi吃到雜扒一餐的感覺 可能這一塊木頭呢 是因為我不見牛 它是鹹汁給我 就是靠其擠一塊 不知道為什麼擠了一個木頭給我 嘩 很薄 不如拿一元就效了 我真的想拿一元來做 真的 不要怪我 不是想全人 但我真的想拿一元來做 我忍不住 我拿個五元來做 真的 五元那麼薄 多個五元 我們會不會被阿叔打 不是想做什麼 但真的 我表達不到那種薄 還有那種硬 雖然現在說可能有點遲 但我都想說 每一次我們食日 都是公平公正的去說那個味道 這次真的就是一次說 這個價錢吃到這東西 是不值的 全部都不值 這條腸就是我老了之後的腸 老了之後就是這樣 手指 手指老了之後就是這樣 炒蚊蚊的大部分 這條腸完全是炸到光彩糖 是沒有水分在裡面 如果要說一樣做得很好的事情就是 黑椒汁 真的十年如一日 在這裡吃黑椒汁 你真的會吃到你小時候的味道 因為它的配方應該都是同一包醬 我老了的腸 你真的試一試 你喜歡吃腸的嘛 你試一試 我喜歡吃這些老的腸 哇 真的不行 我還有一個廚師腸的專家 它這個腸 已經超過了 通常是很難吃的 這個其實是難吃的 真的有一種老了的腸的味道 我這個配菜王 就是這麼喜歡吃配菜的人 那這顆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應該是蘿蔔來的 是什麼來的 不知道 我平時都很喜歡吃這些豆 但是這個豆才瘋了 我覺得是完全脫掉了色的 是呀 是呀 脫掉了色了 但是變了喪屍的豆 為什麼這些配菜全部的顏色都脫掉了 好 那我們現在先去買一些扒 接著來我們要吃個豬手 來到最後一道菜了 就是這個豬手 你最喜歡吃的豬手 哈哈 那它就跟飯 這個飯就是零零碎碎的 然後配菜都是脫掉色的 真的是蘿蔔來的大家 橙色的紅蘿蔔來的 台式豬手有幾台式呢 甘 不要說話了 我姐姐在你前面 忍著 忍著 家裡可以說 我沒試過看你吃豬手 吃到這麼難受 很大的噴味 沒有洗手 沒有洗手 吃豬沒有洗手 嗯 色澤也是很漂亮 都是這些 好深色 知道嗎我一反轉呢 哇 它是淺色的 有種 喪屍感覺 真的是喪屍來的 有種很臭的汗味在我口裡 人生是沒吃過這麼難吃的味道 這個味道 是因為香料還是什麼 你試一口 是什麼來的 究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是不是八角 正常來講 八角都不會有這種味道 不是加多了那種蟲 就是加多了蟲 是蟲 是蟲 是蟲子 在這個八角水裡浸 浸了十年 所以它是有一種拋一下拋一下的 八角味 很難吃 很難吃 沒有一塊是正常的 全部的味道都是這樣 噴噴濕濕的 就是蟲子洗完之後 噴噴濕濕的味道 在口裡浮出 這個像什麼 知道嗎 什麼 這個是海參 這個 焦了的 試一下 什麼味道 全部都是 毛還沒拔好 然後弄空了 浪口 真的拍這麼久 這麼久 沒試過這麼難吃 我懷疑 還是很好吃的觀眾 是陰我們 坦白說 你一進來 買一個忌廉湯 看到那個忌廉湯 一定會覺得不對勁 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們吹無求之 但其實一個餐廳 你開一間食物 它食物新鮮 在一個機館 食物不新鮮的時候 是值得本人指出來的 我覺得我真的沒見過 蘿蔔粒色 還有廚師腸忌廉湯 是完全沒有味道 好像鼻涕一樣 我聽到它 營業壓六千 那邊難吃我們都要吃光 因為 不吃就沒有東西吃了 真的慘 我想起我等一下 還要坐車去剪片 我們現在已經吃完了 我們會在這裡給朋友 我也不是很敢 雖然我們都在這裡說了很厲害 我們現在就埋單 然後又出去 來個總結 363 368 是8-0 9 3 8 謝謝 謝謝 再見 Cherry兩個 那個難吃程度 令我驚喜 因為我覺得 怎樣難吃都不會很難吃 但它這種就是 完全 不是人吃 不是人吃 反而我這個感覺 簡直就是 這個劣食界中的劣食之王 我覺得好像坐了穿梭機 不只是我坐了穿梭機 其實是野食都坐了穿梭機 因為他們已經吃光了 而且他們的質地已經不同了 我懷疑這間餐廳 是不存在在現在的時空的 就是沒有可能是 煮這些東西出來 然後還會有人覺得好吃 拜託說到這樣 因為還是有人在吃 有人在光顧 但是 我自己的角度來說 其實是完全不值 我不明白是會因為什麼原因 光顧它 第一個價錢不是便宜 其實也很貴 其實很多選擇 這個地方也不是方便 除了黑椒汁之外 我們所有東西都是 跟你的童年差距很遠 很難會拿到這樣的食物給客人 所以我們點這麼多食物 簡直就是做了水魚 這裡也是跑黃之王 其實他們來吃 我的燈都是凍肉泡 就是他們用來入貨的肉泡 一定有關係 寫光 我們剛才吃的那個 會不會就是這些 中國蒙古 我們剛才吃的那些 嘩 我覺得是 真的是這些東西 沒錯 那我們現在馬上給個分 跑黃之王 這個烈食你會給多少分 我會給-10分 太少了 我估5萬分 因為我現在吃完 我戴口罩之後 我口很臭 那種蜜 現在就在我們口裡噴出來 不要再覺得它好吃 因為童年回憶 不能夠成為一個賣點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烈食 想我們挑戰 想我們吃的話 你又很想知道現在變成怎樣 那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按LIKE 分享出去 告訴你的朋友 想不到跑黃之王 還有 剩下最後一間 嘩嘩嘩 千萬不要按LIKE 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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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WINN 在任務限定位置 最後一段時間是這樣 BYE YES YES YO 做什麼好? 沒什麼做 不如看看Youtube好不好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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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做什麼好? 沒什麼做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還未死得完 蛤? 跑黃一哥? 為何我們要來到沙田? 哈哈哈哈 為何? 四五門 好 好